生活万一不能自理,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老年人,所有人也都绕不开这个问题, 但其实找到解决办法,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有这样一位老人临终前讲了三句话, 道明了所有道理,警醒了无数老年人。 一,钱和亲情都很重要,如若仅有钱,即使钱再多, 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请得保姆不是领的工资低, 就是给保姆开高工资,未必能够得到好的服务。 甚至还会受到没有遵守职业道德的保姆欺负, 因此,亲人就越发显得不可或缺。 亲人即使不能替代保姆,也能够监督保姆或者制衡保姆, 不要认为有钱就无所不能,等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 即使有钱也很难花出去。 亲情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显示不出重要性, 伴随年龄越来越大,亲情就会显得至关重要, 特别是至亲,至亲说话在难听,或者做的是在难看, 至亲心里面的出发点都很好。 因此,晚年生活不能自理,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钱或者没有亲情, 又或者是,既没有钱又没有亲情。 二,老伴即使生活目前能够自理, 老伴也已经勉强能够自理, 毕竟老伴已经上了年纪, 兄弟姐妹身体状况比老伴好不到哪里去。 年轻的时候虽然能够互帮互助, 但是等到年老的时候会纷纷自身难保, 除了指望儿女以外, 几乎可以用没有办法以及没有出路来形容。 当真正走到生活难以自理的那一天, 好比如秋天悬挂在树上枯黄的树叶, 虽然即将落下, 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落下, 落到哪里更是身不由己。 具体什么时候落下, 或者具体落到哪里, 不是树叶来决定, 而是风来决定, 风就好比如自己的儿女。 从小到大教育儿女, 延续中华传统美德, 孝道之余, 晚年的境遇好坏, 就看儿女的良心好坏, 但愿儿女不会昧良心。 三,钱和房子要尽可能留在自己的手里面, 即使摊上忘恩负义的儿女, 看在钱以及房的面子上也会悉心照料, 摊上孝顺的儿女, 钱以及房子就会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如若有条件, 就可以选择去高档的养老院, 并且有儿女作为坚实后盾, 在高档的养老院就能够安度晚年。 如若条件不允许去高档的养老院, 或者没有儿女时常照应, 好比如大部分农村的老年人, 居家养老就可以考虑, 跟儿女住在一个院子里面, 照顾起来或者伺候起来比较方便。 年轻的时候, 以身作则孝顺老人, 并且身体力行以及言传生教儿女要孝顺, 年老的时候就是看儿女表现的时候。 另外, 我们还采访了几位人到晚年的老人,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其中两位真实的晚年生活。 一, 76岁的曹大爷, 经过与76岁的曹大爷的交谈。 我们了解到曹大爷今年已经76岁了, 年轻的时候, 曹大爷就特别地爱惜自己的身体, 并且还养成了良好的生活规律。 再加上曹大爷平时性格开朗, 凡事都想得开, 他的身体就一直特别健康, 直到今天, 曹大爷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就只有一项轻微的老年病。 虽然曹大爷现在的身体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可是曹大爷也很清楚, 自己的身体不可能永远都会这么好。 况且, 曹大爷也快80岁的人了, 对于他自己的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他也预计不到, 可曹大爷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 将来自己顶多疾病缠身, 生活不能自理了。 而曹大爷对于自己将来, 万一生活不能自理了, 又该怎么办才好? 其实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曹大爷这辈子一共有两个儿子, 可是那两个儿子一直以来就都对曹大爷非常的不孝, 那么曹大爷将来万一生活不能自理了, 也自然是指望不上他们的。 正因如此, 早在七年前的时候, 曹大爷就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家非常不错和靠谱的老年疗养院, 而入住这家疗养院的老人, 绝大部分都是疾病缠身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曹大爷还去参观过这家疗养院, 说实话, 这家疗养院在伺候和照顾老人方面的种种表现都让曹大爷很是满意, 而从那之后, 曹大爷就把自己名下的银行存款和退休金等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两个儿子不管谁给曹大爷要钱, 曹大爷都不会给他们, 曹大爷知道必须要多给自己存些养老钱才行,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 曹大爷如果想让这家疗养院为自己提供照顾伺候方面的服务, 那曹大爷每月则必须支付一万块钱的费用才行, 而截止到今天, 曹大爷的手里现在已经有了七十多万的养老钱了, 因此, 曹大爷现在是一点都不担心, 自己将来万一生活不能自理时怎么办, 因为到时候, 曹大爷就只需要给那家疗养院打去一个电话, 疗养院就会主动派人把曹大爷接到疗养院, 然后尽职尽责地去照顾和伺候曹大爷的余生, 二, 七十二岁的魏大娘, 魏大娘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 因为年轻的时候, 为了生活和家庭所考虑, 魏大娘一门心思铺在了赚钱养家上面, 后来魏大娘家的生活终于变得越来越好,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魏大娘的身体也随之垮掉了, 只是年轻的时候, 魏大娘身体垮掉的还不是那么的严重, 可现在年纪大了, 魏大娘的身体糟糕程度却是非常的严重, 现在的魏大娘一天三顿除了吃饭之外, 就是吃大量的药片, 说句毫不夸张的话, 魏大娘现在就真的是把药片当成了饭再吃, 由此可见, 魏大娘的身体糟糕程度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而魏大娘现在这种身体状况, 就让她自己非常担心, 在过几年之后, 自己就很有可能会面临一种生活不能自理时的悲惨景象, 这时恐怕有人就会说了, 如果说, 届时魏大娘真的生活不能自理了, 那么又该怎么办才好啊? 其实这个问题, 魏大娘早就考虑过, 并且, 魏大娘还已经做好了一切的规划和安排, 虽然说魏大娘这辈子一共有两个女儿, 但长久以来, 魏大娘的两个女儿就都对她非常的孝顺, 可即便如此, 再不久的将来, 魏大娘也不会让她自己的两个女儿来照顾和伺候自己, 因为魏大娘的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那就是, 如果说魏大娘届时让两个女儿长久来照顾伺候自己的话, 就很有可能把两个女儿给累出病来, 魏大娘不能说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魏大娘的亲生女儿, 魏大娘觉得做人也不能太过于自私自利了, 因此, 到时候, 魏大娘就会花钱雇请一个住家保姆来照顾伺候自己, 虽然雇请住家保姆的费用并不是很低, 可魏大娘还是有这个经济条件的, 而魏大娘唯一的要求就是, 届时她的两个女儿能经常回家来探望自己一下就心满意足了, 反正魏大娘是这么计划的, 并且在此之前, 她就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计划说给两个女儿听了, 而两个女儿也非常支持和同意她的这个做法, 并且她们俩还向魏大娘保证, 说届时她们俩一定会经常回家探望魏大娘的, 如此一来, 魏大娘真的是一点都不用担心自己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